讲到其中木的特性 其实不是讲的木曰生发呀 它讲的是木曰趋值 我们知道木曰生发这个特征呢 一般讲的就是木期的特征 就应该是一种上升向外这种状态 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像春天我们看到万物开始生长 这个树木生长呢 为之上它呈现的是一种向上向外的状态 所以木曰生发在主意学中呢 强调的非常多 我们讲木曰既然 这个喜欢向上向外生发 那么干气呢 其实它就容易出现干瘀 这个生发不急的话 它就出现干气瘀节的现象 这个干的功能里面呢 干组输屑 其实也是讲的干呢 干气可以向上向外疏通 所以它就可以调节情质啦 这个促进脾背功能的晕化啦 等等 保持全身气息的通畅啦 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但是为什么最早的时候强调了这样一个木曰趋值的特征 我们要沿着木曰趋值这个特征呢 对木的特征就是最先补充让大家对问题呢 你就更加深刻的认识 嗯 木曰趋值 这个趋的意思 其实是讲 这个树枝啦 本身呢 有一定的弹性 一方面呢 它是直的 它不停地向外 向上伸展 它呈现这种直的状态 另一方面呢 它具有一定的柔韧性 或者弹性 其实树枝呢 又可以回弯去掉 你看那个 维瑟园艺的时候 有的时候 特 专门 用某种形状 来固定树枝的生长 最后那个树呢 长得像把椅子 都快下了房子了等等 对不对 这就反映了 从树枝的角度来讲 它本身有直的一方面 也有曲的一方面 但这两者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木曰趋值 虽然从一个具体的像来讲 是从树枝来理解 但它背后反映的意义 代表了什么呢 因为这个直它就向上向外 或者它比较硬 它就能够伸展出去 所以代表钢了 代表直了 代表外了 代表向上了等等 这样一种含义 这个曲呢 代表了异象 是一种 比较柔 对吧 钢呢 是向外 柔呢 才能够背弯曲 同时呢 对外区就是一种向下向内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曲和趋代表的含义呢 其实是相反的两种状态 而我们讲木曰趋值这个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 甘桑本身呢 它 它是两个极端的土衣 就是说木的特征呢 是两个极端状态都有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两个极端的土衣 这是它 木曰趋值的四个字 所反映出来的 非常重要的那种 就是两个极端的 两个相反的状态的土衣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分析很多很多 这个 比如说人体 我们对人体 该 胆功能的认识 因为肝 胆呢 它是属于木的 肝胆是属于木的 那么关于肝呢 第一个 比如说 我们讲 有一个常用的说法 叫做肝体阴而用阳 体阴而用阳 这个体用官呢 是中国古代哲学里面 一个非常独有的概念 在这到上个世纪 我们强调中西结合 强调借鉴外国的 科学技术的时候呢 刚开始我们都强调一个 中体西用 对吧 讲体用两个字 体和用 按照雄实力 在体用论里面的说法呢 其实 它是一体两面 或者说 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它的解释呢 就比如说 你可以讲波 就是海浪 形成的那个浪 当然它的体呢 就是海水 这个海水和海浪 是不可分割的 你没有体的话 那个用 是不会存在的 海浪是用 海水呢 就是体 还讲到这个刀和刃 关系 就是这个刀 本身呢 是它的体的这一部分 刃呢 或者说 就是特别 风力 可以砍东西的 那个部分 它是刀的一部分 是刀的一种功能 所以这个体用官呢 基本上是讲 这个 它的本体 和它的作用之间 是不可分割的 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种理解呢 我们一般理解 干体阴而用阳这句话 讲的干阴干血 干体这部分属阴 干气干阳 功能方面属阴阳 一般都是这样的说法 但 如果你仅仅按照这样的说法来理解 五脏 哪一个 也是体阴而用阳的 对不对 五脏呢 哪一个也是体阴而用阳的 你何必 专门强调 干体阴而用阳 这就是 这个问题 这句话呢 其实它反映了 就作为干来讲 它的阳的一方面 干阳了干气了 它本身呢 这种阳性的特征 更加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干气主胜发 它喜欢向上向外 向上向外的运动 当然都是属阳的运动 对吧 因为它主向上向外 所以这个阳性的运动呢 就更强一点 就那方面呢 就是更偏一点 那么 同时呢 我们也讲 干本身要储存大量的血液 在临床上呢 这个体阴其实讲 干的阴的方面 因为阳性呢 特别明显 干的阴的方面 也必须 更加明显 或者说 你有多少阳 你就得有多少阴 这样呢 阴阳才能够这种 这个平衡 也就是说呢 因为干气干阳 更多的阳性 这个干阴干穴 就要有更多的阴性 这是我们强调 干体阴而用阳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在临床表现上呢 就是干气生发向上 阳性特征多 所以稍微一刺激它 或者又发发 更加向上向外的话 就是干气干阳呢 容易抗 容易过 对不对 那么干一干穴呢 相反就容易虚 就容易亏 因为另一个方面呢 太强了 那么这里面也 告诉我们一点 在内经里面讲 干气虚会怎么样 但其实在现在 后来形成的 整个理论体系中呢 中一几乎是不讲什么的 干气虚了 干阳虚了 这样的阐意 几乎是不存在 当然偶尔也有人说 但是从整个 这个理论体系中呢 干气虚 干阳虚 我们几乎是不提的 对不对 所以 这是干气虚而用阳的 这个 为什么这样来叫的 一个基础 大家理解 就是两个相反的方面 都可以不出 所以叫干气虚而用阳 而这两个方面 相反方面的统一呢 恰恰又是 在这个 肝病和胆病里面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比如 再比如说 这个关于胆的功能 我们 讲胆是主决断 在内经里面呢 讲到 干为将军之官 这个干处谋略 胆呢 主决断 决断就是 一种法官的角色 对吧 法官的功能是什么 他要听被告的 也要听 原告 那么法官呢 要站在中间 要不偏不倚 对不对 做出决定 那么 作为法官来讲 两边意见都要听啊 而这个 原告和被告的意见 肯定是相反 所以 法官的角色 也是两个 相反方面的统一 统一 这是我们来讲 胆阻决断 这句话在来语 而 从解剖关系来说呢 其实也很有意思 你像那个 这个胆的位置 从 肝脏的位置来说 肝左右两半夜 胆是位于 差不多中间的位置 其实它也代表 两边 摄在左右的 胆呢 正好摄在中间的 有人看到 肝脏关系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这个 肝外观上 左右两大夜 中间是感受的状态呢 也是我们 中医为什么讲到 这个 作为肝来讲 它是绝阴 对吧 绝阴是什么呢 内心里面讲的是 二阴 一阳 也就是 像冬天 最后的那个阶段 天天还比较冷 但是 12月20号以后呢 绍阳之气就开始 生发了 一阳之气升 什么意思呢 在那个阶段 仍然是非常冷 还是冬天的 后期 但是阳气呢 已经开始生发了 所以这个阴多阳少 但是阳气呢 是比较活耀 这时候它就呈现一种 二阴一阳的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 绝阴 这就是所谓的绝阴 这是关于 胆功能方面呢 我们讲 胆触决断 所以 我们临床 只要出现一些 胆小啊 这个 睡醒以后 有种 这个 受精的感觉 等等 或者 你老做不了决定 老师 这个 多疑 多虑 这些呢 都有可能与 担忧 我们讲到 胆气虚的时候 大连临床一般讲的是 心胆气虚 它表现的就是 病人 这个 睡后呢 一醒 醒来以后呢 也感觉心慌 对不对 或者呢 这个人就 悠有广断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 胆气虚的表现 那么这个 胆气虚之所以表现为 这个 难以决断 或者说 呃 就是 该作为这个 这个法官 难处决断的功能 不能实现 呃 都与这个 呃 这四两端呢 其实是 一致 一致 当然 但我们进一步展开 说的话 很多很多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少寒论》里面 《少寒论》里面 讲到 邵阳病的时候 就是 办表办理症 那么 办表办理 代表什么意思呢 办表办理 代表的意义呢 其实 它是一个转述战嘛 这个 《少寒论》里面 就是 这个 书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它是一个 这个 这个 表气 包括外邪等等 从表 进入里的 一个 必经之处 不是也是 李其初表的 一个 必经之处 所以 办表办理 代表的含义呢 就是 尖丝 两端 就我 里面 拉着 这个里面的东西 外面 拉着 表皮的东西 让他们相互交流 这个也是 募约 趋值的 一种表现 募约 趋值的 一种表现 还有呢 像我们说 办表办理 正 办表办理的时候呢 我们强调 病人是 往来寒热 对不对 而且 在病机方面呢 我们强调 既有 这个外邪 进入办表办理 又有什么呢 其实又有 某种程度上的 正须的状态 它其实是一个 邪时正须 都存在的现象 所以在 沙寒论中呢 我们用小柴火苍 来和解 少年 这个 你看 小柴火苍的 组成里面呢 像这个 邪气 走到 半表半里 就转化成热 转化成热呢 这个热 从未知上来讲 它 因为在半表半里 不在表 也不在里 那么治疗怎么办呢 你如果纯粹 在表 我们就可以发散 在里 我就可以泄热 半表半里 怎么办 半表半里 就是两种方法 同时使用 这两种方法 一个针对表 这种发散 一个针对你这种 泄 它是相反的 所以小柴火苍里面 用柴火发散 来清热 另外一个 泄热的 就是黄芹 对吧 黄芹 是苦寒的 可以泄热 所以这种 散热和泄热 同用 本身也是 尖辞两端的 一种反应 除此之外呢 你看小柴火苍里面 用药 除了驱邪的 像柴火苍 黄芹之外 还有像人参 干草这样的药 这样的药 干什么呢 来辅助正气 所以这个方法 本身 又 既能驱邪 又能复正 它也是两个相反方面 都牵扯到 这也是 这四两端的 一种 表现 当然小柴火苍里面 还有半像 你看那个半像 不错 就是这样 这个半像呢 在这 首先我们知道 它不是用来化痰的 对吧 有的人解释呢 小柴火苍里 小柴火苍里面的半像 主要是针对 这个 如果邪气 内破的话 确实会出现那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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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脅迫 协迫 畏气 但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半像的含义 其实有点像 一年的终点的意思 那么前半部呢 属羊 后半部属鸣 当阴阳 就是碰头了 在这 呃 碰到了 水也过不去 就 堵在那个地上 这个堵 这状态呢 半像可以什么呢 消脾散结 你看到没有半像功能已经 有一个叫消脾散结 也就可以 这个 寒热呢 呃 调节调节 最后让它散开 不要具体外症 这样的一种 状态呢 仍然是相反的 跟荒美尼的问题 所以 小柴虎汤呢 就是一个 这个 调节 呃 就是一个根据 公约屈指 起作用的方计 那么这样的 用两组相反的 药物 来治疗 这个 病激方面呢 呃 皆死两端的 这种方法 在 中医学中呢 就是那种 所谓的 合法 我们知道 有八法 对吧 其中之一是 合法 这个合法的意思 就是用相反的药物 治疗一个病症中呢 这个 有虚有实 同时存在 或者 有表有理 同时存在的 一种状态 那为什么合法 是专门针对 感染疾病 来定的 在想过没有 就是因为感染疾病 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 它的 本质上呢 它就是一种 间死两端的状态 间死两端的状态 相反论里面呢 其实讲了很多小禅户汤子 因为你仔细看的话 都与 这个呢 有关系 你比如说 这个热露雪市 就是表热不解 这个邪热呢 正好月季也来了 这个邪热跑到里面 跑到死宫里面 包宫里面 然后运行突然停了 你怎么治疗 像现在的话 我们就 这个 要泄鱼热 或血化鱼 但是表证 并没有完 这个办理 这个如果没消除 或者表证 没有消除 其实这种 用的也是小菜糊汤 为什么用小菜糊汤 其实你要考虑 它组织的 这些部位 它的一些特点 这个雪市呢 本身 有入有出 其实也是一个 类似于 办表办理的位置 说到 还有一个呢 你像 这个 肌脉的病毒 肌脉 肌脉的病毒 它出现那种 这种 抽搐了 颈挛了 等等这些表现的时候 它也是那种 又趋又 你像颈挛 抽搐 就是去身 去身 运动 说到 对不对 所以 这也是肝 主经的一个主要理由 那么 除此之外呢 这个 《上海论》里面 讲到 这个 厌痛的时候 就是厌不得疼痛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这个 厌侯两个部位 在《上海论》里面 在《内心》里面 都有专偏的 专门解 就是它一个属羊 一个属鸣 因为 猴部呢 这是天气 不过猴部 进入肺的地方 这个厌部呢 是我们吃的食物 经过厌部 进入肺的地方 对吧 那么 食物呢 来自于地 氢气呢 是来自于天的 所以 猴部呢 是煮天气的 内心里面 讲的就是 猴煮天气 而厌部呢 是煮地气 煮地气 地气是什么呢 地气 就是吃食物 经过的地方 因为食物来自于地 所以内心里面说 厌煮地气 在零床上呢 大家都知道 因为猴部 这是外来的 清气 进入肺 经过的场所 所以外血 侵犯人体 等等等等 他首先要 跑到猴部去 因为他是外来的嘛 所以猴部的疾病呢 大多数 都是 这个外血 所导致 像临床上 我们讲 这个人感冒了 或者 怎么样 出现猴部的疼痛 那么这个 猴部的疼痛呢 它都是实症 因为它是因为外血 侵犯所导致 而 验部呢 你从未知关系上来讲 它主要是靠 这个 验部地气 它属银 所以从经络 巡行角度来说呢 验部是所有 三阴经 经过的地 三阴经 经过验 所以验部的毛病呢 多数都是 因虚了 做到这个 验部的饰养了 或者 因虚火爆 出现一些疼痛 但是呢 本质上 猴部疾病 不属实 验部疾病 都属虚 这也是为什么 像喉咙痛 这个猴痛呢 相对容易治疗 而 验痛 很多都是慢性 因为 主要 与因虚 没有 只要我们现在 从西医的角度 讲 慢性验部 他生姓死亚了什么的 他都是因为 这个 因业不俗 所导致的 其中有一点呢 沙唐论讲到 验部有一种类型 是与 这个 邪气录了 外表办理 或者 戴经 所导致的 因为戴经呢 也有经脉 到达 验部 到达验部 所以呢 从 用药来讲 那样的验痛 你用猪腹汤也好 一般的 因虚所导致的 猪腹汤 就是猪的 皮肤 熬成胶 它胶质比较多 嘛 但是呢 如果是验痛 因为 斜鱼半百万里 所导致的 治疗仍然是要用 小柴护汤 来治疗 那么这样的 呃 你怎么来理解 你比如说 我没讲到 邵阳病 其实 内津 这个山寒乱 讲邵阳病呢 它分了一个 代表办理症 和邵阳症 大家熟悉的话 就很清楚 代表办理症呢 是太阳病不解 邪气 进入到代表办理 邪于 代表办理 还有一种呢 叫邵阳症 邵阳症 邵阳症是因为 这个 邵阳 主 邵阳 之气呢 主圣发 它 就是像小孩那种 这个洋气 活动能力非常强 早期的洋气 所以它容易怎么样呢 容易被鱼 就像一个小 这个 三岁的小男孩 调皮倒戴 这个 呃 活动力特强 你如果非得把它 放到一个小的箱子里面 不准动 它肯定就 急死 代表什么呢 就是这种 干气的生发呢 这个 这个 胆气的生发呢 邵阳之气的生发呢 它容易被鱼 因为它 活动力非常强 你不让它动 它就憋不住 就很难受 这就会产生什么呢 所谓的 邵阳症 就是 瘀火 胆经出现瘀火 那么 胆经出现瘀火 怎么治疗呢 或者出现什么症状呢 或者出现什么症状呢 沙瘀论里面 讲的三大症状 头晕 这个 木旋 出现这种 口苦 咽干 木旋 这三个症状 口苦呢 就是 干火 胆火的表现 对吧 它是火热 就是洋气 不能生发 鱼儿化猴 咽干呢 它这里面就讲到咽干这个症状 咽干就是胆经经过咽 这个 木旋呢 就代表干火 干火 上盐 然后 这个 上扰头目 干呢 又开窍于眼睛 对不对 所以它就出现木痴 治疗上呢 它也是用的小柴虎汤 也是用的小柴虎汤 那么 为什么 咽喉这个部位 也作为一个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半表半律的部位 因为咽喉这个部位呢 正好是食物 还没有进入脏腹 胃里面 或者清晰呢 没有进入到肺里面 它是在中间的位置 仍然在位置关系上 类似于 半表半律的状态 这是 为什么和肝胆呢 有一定关系 另外还有 你说这个鼻子 为什么不一合一张呢 眼睛要一合一张呢 对吧 单开窍云木 这个眼睛也是靠木器的工艺 而这个木的特征 是木曰趋直的 所以眼睛你不能老张着 白天基本上张着 晚上睡觉你要观察 而且平时 你眼睛张开一会儿 你就要眨眨眼睛 乖乖 对不对 这个仍然是一种 木曰趋直的表现 有招有合 有开有歪 这样的一种方法 所以 木曰趋直 这四个字代表的含义呢 其实非常重要 而临床上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病症呢 表现两种相反的症状 当然这还牵扯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像瘧疾这个病 像瘧疾 瘧疾这个病呢 一方面它是一种特殊的病 古人也认为瘧疾就是一种专门的病 甚至认为瘧疾 但是它为什么表现为那样的症状 就是说它定时发热 二十四小时一次 四十八小时一次 七十二小时一次 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呢 它一般的 它是先剧烈的 战斗 就是爬冷的要死 然后发高烧 对不对 那么 这个 一方面 发热 误含不是同时回败 它还是交替出现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呢 它有点类似于 代表伴律症的这种 往来含热 有点类似于那 但它又不一样 它是一种特殊的疾病 所以你又不能直接讲 阿叹叹叹叹 怎么办呢 你看 终于讲 瘧疾病疾的时候 其实讲瘧疾 符于什么地方呢 符于 磨圆 或者叫做木圆 磨呢 就是它往磨那个磨 墓呢 就是像墓府 招墓 那个字 那么磨圆也好 墓圆也好 讲的什么地方呢 像这个 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 它是位于胸河部位 也就是说 在隔肌 差不多是这个部位 那么这个部位 是什么部位呢 你考虑一下的话 因为人的躯干部位 上面是胸部 胸部 是在上属羊的 对不对 腹部呢 是在下属阴的 这个部位 本质上 就是一个阴阳之间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 外表办理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 外表办理 只是呢 因为瘧疾是专门的病 它和这个 这个办表办理症 或双羊病呢 不能等 所以一方面相似 我们也找个相似的地方 来认识并携 另一方面呢 它又不相等 不相等的话 我们就要一个分成 一个说成办表万里 另外一个呢 说成这样的办表万里 拜因拜仁的部位 除了沐云以外 刚才还说了一个摩云 所以摩云的部位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一般人 一般人是摩云 基本上是大老摩的位置 大老摩这个位置 同样不代表也不代表 它也是类似于 代表万里的一个部位 所以 这个往来寒热 或者说越级的 先寒战互发热 这两者呢 其实 也是两个相反 正常的统一 所以在位置关系上呢 终于 仍然是认为它和沐相关 和甘展相关 或者说 甘展所组的办表万里了 白云白羊了等等 这些呢 是相关的 你看 这是目约去植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 当然 除此之外 目约去植 在临床上 我们 根据肝脏的功能 甘有疏泄的功能 这个疏泄的功能 有的时候 我们讲 甘的疏泄不及 这叫甘气瘀 因为 木刻土的原因 甘气瘀的时候呢 就代表甘气不能够制约皮土 我们后面要讲 它制约皮土 制约的是啥 不能制约皮土 就是这种疏泄能力 减弱的时候呢 皮的运化就减弱 然后呢 甘气瘀解会造成腐胀了 对吧 气不动了 腐胀 变密了等等 这样的正好表现 那么 如果甘 甘气活动太强了 我们也把它叫做 甘气 横腻 范皮 它横腻范皮的时候 它就表现为什么呢 体气的运动 增加 这个症状上 就是腹痛了 歇歇了 对不对 其实临床上 我们经常 经常 遇到这样的病 我们也有痛歇药房 就是治疗这种 干气活动太过 横腻范皮 所导致的腐泻 那么 除此之外 临床上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 这个 IBS 病人 就是E-Rate 到83种 对吧 就是长肌热冻合征的病人 西医里面呢 长肌热冻合征 其实分了三种类型 这个便秘型的 蟹蟹型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便秘蟹蟹蟹交替出现的类型 这个蟹蟹便秘像是西拉肚 如果重处医 这个角度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类型 它其实是两组相反的表现 出现在同一个病人身上 也就是肝瘀的表现 和肝气溺的表现 在这个病人身上交替出现 说到底 本质上呢 仍然是肝的这个趋直运动呢 出现了问题 一会儿直一会儿趋 肝气直的时候 就是肝气向外跑的太多 病人就会出现腹瘸 腹痛 蟹蟹 那么如果是肝气溺蟹不急呢 就出现便秘 不胀 所以 这种一个病人身上出现 相反的两组症状表现 注意在这个辩症的时候呢 都是讲这个肝湿疏蟹 就是肝气呢 在这儿没有讲肝气溺解 或者肝气横溺 而是强调肝湿疏蟹 这个湿疏蟹就是肝气调节功能 不正常 一会儿坏 一会儿慢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临床能够见到的 就是 有些女性月经不正常 月经失调了 失调的特征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月月经延期了 下个月月经提前了 这个月月经量很多 下个月月经量很少 那么在周一说 周一解释起来呢 这个仍然是与肝气疏蟹有关系 也就是说 这种相反的两组症状表现的时候呢 从肝本身来讲 就代表 它趋值两方面 这个月可能是肝气横腻往来跑得多 下个月肝气往来跑得少 所以所以出现 两种相反的症状病气 这在治疗上呢 那么 你如果仔细看看 国内 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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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像月经不调的认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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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很重要 区别和肝气的 那么 这个 就是说 你在治疗肝病的时候 你不能只管干气干瘾这部分,你同时要照顾干瘾干血这一部分。 这个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你如果看看逍遥散,大家都知道逍遥散治疗的是干皮不条,对吧? 就是一般讲干气瘾、脾气虚出现的一些表现。 但是在帮祭祖城里面,我们除了大胜白朱佛林来补皮之外,你看,脂肝的三个药。 干气瘾,你为什么不用拆壶配伍香腹啦、清皮啦等等就算了, 而恰恰是拆壶配伍了什么呢?像当龟啦、穿凶啦、白勺啦,类似于这样的药,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来配伍? 很大程度上,就是,干是结丝两端的。 那么,你调干气的时候要考虑干阴的方面,干血的方面。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思路。 大家看,正干西风汤在治疗干阳上抗的一个重要方式,对吧? 这个,正干西风汤里面我们用了很多,这个浅干阳的药,很沉重的药。 但里面还有什么呢?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疏干的药,像英晨豪这样,对吧? 他为什么要这样用? 原因呢?就是,我浅阳浅,用浅阳的时候,我怕把阳气压抑,这个干气压抑的太过了。 我既压又失通,这个两个相反的动作一起做,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古人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因为它有干的特征呢? 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讲,这个干气,如果活动太过,一方面呢,像干气干阳容易上抗,对吧? 上抗的时候,我们要降溺,用这个,这个,肢体沉重的药来浅干阳。 但是,如果,如果干气横溺,泛脾,像我们说的痛血药方的组织,它其实是干气活动太过,这个制约皮土太过,所以别人,这个,会出现腹痛了,泄泄了。 那么这个房子的主要,你看看是什么? 它的主要呢?其实这是干气的病院,活得太,跑得太过。 它的主要呢,实际是用的白勺,用的白勺。 它的意思呢,就是白勺是补干阴的,这个典型的药物。 这个干气之所以往来跑得太过,是干阴不能制约反应。 当然白勺也能够治疗腹痛啊什么的,对吧? 但是白勺本身的意义在于,我通过照顾阴的方面来制约氧气,来制约氧气。 所以,墨月区值这个含义呢,其实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认识。 在中医学中呢,关于干载功能的认识。 很多很多方面呢,你站在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会有更多的收获,你会理解很多。 像这个方济为什么这样俗成了? 为什么热勒血是用小柴火汤了? 这个,像某种干火瑜节所导致的烟痛,也用小柴火汤了。 其实东西,墨月区值,母亲之中,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呢,相关。 而不单纯是一个,我们讲的,墨月生发的问题。 不单纯是一个,墨月生发的问题。 还有,趋值这个重要方面。 这一点呢,给大家专门讲一下。 而且,大家再考虑一些其他问题的话。 像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叫柴火可以结肝阴。 有这种说法,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柴火结肝阴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为了你疏干理气的时候。 疏干理气这个药物很多都是偏于心臊。 新造的药物伤阴液,这没问题。 你别的脏脯,你活动,行气的时候都不伤阴液吗? 同样也伤。 为什么? 肝脏的问题强调,这个柴火硬多了,要出现解肝阴。 它的意义就在于,你要同时照顾肝阴。 你疏干气的时候,你同时要照顾肝阴。 这也是为什么哈萨武说了,西洋塞里面,除了柴火以外, 那两个药,其实都是照顾肝阴的。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专门的说法。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呢, 关于牧业取值的问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呢,我们就过去了。 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讲土的特征。 我们知道,上述洪汉品也讲到的呢,叫土原价色,对吧? 这个土原价色呢,意思就是,价就是种,就是播种和收割。 换句话说呢,我们种粮食,它不都是靠土来实现的吗? 简单的说,对吧? 所以叫土原价色。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土呢,它能够承载,能够滋养,能够供养。 这个品味呢,为气血生化支援等等,所有的这些说法。 但是,还有一个特征呢,其实我们很多方面都在用。 但是呢,它就没有专门的强调。 在这呢,我就把它单独拿出来,强调一下,也讲讲它的意义。 这样我们对土的特征呢,会有这个更多的理解。 这个特征呢,就叫土性庸质。 土性庸质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这个土本来就是,我们讲这个地,地上有土。 这个地怎么是形成的呢? 这个地本身是一种固材,是有形的,比较坚实的。 什么意思呢? 其实代表,东西比较多,这种拥堵的状态。 这个呢,其实就是五行用这一个最简单的理解。 它是固体,固体里面东西多。 那么,这个究竟有什么意义? 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理解五行之间的相互制约的时候。 我们说,土能够治水。 土能够治水的原因,水是活的,水是流动的。 我们恰恰是用了土的庸质,来制约水的泛滥。 说到底是这样。 这是土能治水的基本原因。 我们用的恰恰是它的优质的特性。 另外一个呢,就从肝带关系上来考虑。 刚才我说了肝脾功能失调的时候。 病人会出现辅账细胶交替, 辅账细胶交替出现。 这些便秘交替出现。 其实我们按照五行的相克关系, 木是刻土的。 这个木刻土到底是一种怎么理解这句话 其实呢我们知道木月生发 对吧 所以干气呢可以这个帮着起的全身流动 那么这种相赖的书写作 像树根 或者我们讲树枝朝各个方向发展 或者树根在土壤里面朝各个方向发展 是指纹那种状态 那么它怎么来刻皮 这与皮的雍质特性 因为土它是一种固态 对吧 这个皮属于土 那么固态的东西呢 本身就是偏于雍质的特点 就是偏于组织雍质不动 这样一个特点 但是呢 正常情况下 皮又是竹云化 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啊什么的 都要经过皮气的不断的运动来 把它化身 这个水果精维也好 这个 这个民别青绸也好 反正是把食物消化掉 那么什么让皮气 本来是雍质的变得不停的运动呢 这个就是干气的疏泄作 换句话说呢 就是干气 它喜欢向外跑 动 那么这种不停的运动状态 跑到皮以后呢 它其实对皮是一种推动 皮呢 就不能雍质了 反而皮就要动 那么 本来它的本性是雍质的 你现在让它动 其实就是对它本性的一种什么呢 义质 对不对 反而它不会动啊 它恢复本性 它就不动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简单的说呢 不能克服 为质的意义 就是干气的疏泄 能够制约皮肚的优质 这也是 为什么正常情况下 干气疏泄正常 脾气正常运动 你就消化正常 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干气疏泄太过 脾气运动太过 那么我们就会有普通血泄 我们这个方物 痛血要方 其实就是治疗这一种血泄 对吧 那么 你干气疏泄不动了 脾气就得不到制约 它就恢复它 用这种脱质 用这种就是不动了 不动就是复杂了便秘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是 这个重要的立方意义之一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 其实内心里面就提过 过时干味会怎么样 就是像大嫂这样的 我们吃多了 它会导致腐胀 腐胀代表的意义是脾气不动 那么为什么干味的药物也好 食物也好 会导致腐胀呢 很大程度上 是干味是补脾的 那么干味补脾气以后 脾气强大 那干气对它的 干的疏泻对它的制约作用 就下降了 那么下降的结果 就是脾气雍质的特征 表现出来 所以它会浮现这种复杂 对不对 那么这种脾气属于土 土性雍质 在中医学中呢 其实还牵扯了一些 比较具体的病症 其中之一呢 你就看脾的位置 脾是在中胶的 我们上胶呢 有心 下胶呢 有瘦 对吧 心和瘦 这是一对一样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水火之间呢 有那种水火气济的关系 正常情况下 心火要跑到下面 没去渗水 渗水呢 也要跑到上面 来制约心火 这是正常关系 正常关系 那么中间没东西吗 有 其实中间还隔了一个皮 皮土在中间挡着 这个皮土在这挡着 干什么呢 其实某种意义上 它的作用就在于 当渗水 特别强的时候 渗水 特别强 寒性特别强 就是渗的水寒制器 特别强的时候 它因为要跑到西洋里面 这个制约心火 可能就有大量的 寒水 上汗 正常情况下 如果它不是特别严重 这个皮土堵在中间 其实有一种 就是防止渗的寒水 上犯于心的作用 过度的上犯于心的作用 它有这样的功能 而反过来说呢 如果这个人 比如说 这个西洋不足了 这个不能下微渗水 或者 这个 睡的水寒之气太重 那么 它就有可能 冲破 这个 这个大巴 也就是皮土 中间的这种状态 而上犯 影响到心 影响到胸中的阳气 那么 这个呢 在沙罕论里面 讲 奔屯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有奔屯 大家看 奔屯的时候呢 其实有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呢 就是 出气上溺 就是 好比说 因为情绪刺激了什么的 这个气呢 就从冲脉 往上冲 这个奔屯病 奔屯症 这种什么病呢 就是 病人呢 突然感觉气 从下胶 上冲心心 发作的时候呢 病人会感到 剧烈的烦躁 有一种烦躁 欲死的感觉 而随后呢 张中警就说了 如果这个气 能够附下 就是回去了 病人就感觉正常 而且 和好人一样 但是在发作的时候 这个气往上冲的时候 病人有一种剧烈烦躁 甚至要死亡的感觉 那么这样的 病症 有两种类型 一种呢 就是 情绪刺激 然后导致冲脉 这个 鲁别的气 从下胶 因为冲脉前面 其实 严正中线 对吧 他也和 其他经脉 有这个联系 这个冲气呢 就把他冲 冲到心 胸部位 为什么到了心胸部位 病人有一种 达到欲死的感觉 因为他一下 说到底 就是阻弊了 这个 凶器的活动 让病人呢 感觉剧烈的 憋悶 闯上起来 甚至想死的感觉 这就是 上海论里面 用那个 奔吞汤的 那个证情 还有一种证情 就是第二种 我列在这了 因为好 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所以我把它列 第二种是什么呢 叫做 寒水上溺 寒水上溺的意思 就是 阳气虚了 因为我们讲 新属于火 在这呢 你又讲 西洋虚 西洋虚呢 这个也影响到 皮昂也不足 不管怎么样 他不能下去 来制约渗水 渗水就特别寒 然后呢 这个 渗中的水寒之气 他就 往上冲 往上冲 往上冲的时候呢 他跑到胸箱里面 寒 这个水寒之气 和新洋 本来就是相反的 而新洋又很 这个阳气不足 这个水寒跑到胸箱以后呢 一下把阳气就压抑得非常重 一下堵住了 西洋活动不冷 西洋活动不冷 它就会出现一些 心慌了 这个 阳气收不去 也会导致心寒之冷 等等 就是阳气受损 那么 皮昂虚呢 在这也会出现 舍苔的白膩 等等 对吧 不管怎么样 是这个水寒之气 跑往胸箱 这个 一下 抑制了 胸中的阳气 或者新洋 病人就有一种 这个憋悯 欲死的感觉 对于这种 你在治疗上呢 就应该是 一方面 要稳固阳气 另一方面 要把这个水 给去掉 另一方面呢 你还要强调把气 你得降下去 因为这是一种 气上冲的状态 用的方计呢 在这儿就是 富灵贵枝干草 大草康 富灵贵枝干草 大草康 你看这里面 这个 方子 贵枝干草 它本身也 温补新养 灵贵 如果你用白猪的话 就是灵贵猪干草 在这儿呢 强调点 平昂虚了 新阳虚了 所以在这儿更多的是 用大草 干草 为什么用大草 这个方子 你用灵贵猪干草 也行 好像 但用大草的意义 何在 这个呢 其实就非常有意义 大草呢 其实 刚才我们说了 做车大草以后 会导致雍质 就是腐杖 就是 贴土的雍质特性增加 最用大草的意思呢 在这儿 某种意义上 就是增加 贴土的雍质 防止渗水呢 上饭 防止渗水 上饭 当然 后面 我们这是 一些家境 就 这个方物本身来说呢 就这样 几个医药 这沙云乱里面 类似的情况呢 还有一个方物 就是 可以用贵汁加贵汤 什么意思呢 就贵汁汤 我再加上 这个加大 贵汁的用量 它的意义呢 是一样 就是增加阳气 让阳气 这个 充分一些 这个汗水呢 不能上饭 不能上饭 但 其中 这个贴土的作用 就是贴正好是在中间的 在盛主要上饭的时候呢 也与贴土的雍质渐退 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病症 其实沙寒论里面 讲到那个狭义的谈议 大家知道 沙寒 这经贵药列里面呢 有一篇是讲 隐症 隐症呢 基本上都是指的 这个 人体大量的属于 停聚在 相对比较大的空间里 我们有什么呢 像 支隐 易隐 悬隐 还有一个就是 狭义的谈议 这个易隐呢 是指的 大量的水液 这个跑到皮下 去形成水肿 对吧 这个悬隐指什么呢 悬隐主要指的 胸腔里面的 肌液 它为什么叫悬 就是胸膜呢 胸膜呢 其实是由两层所成的 所以里面有水液 实际的时候 它像挂在亭上一样 所以叫做悬瘾 还有一种就是指引 像费笛啊 胸膏啊 与水液的聚集 这个 病人呢 就不能停忘了 大量的咳喘了 对吧 最后一个 叫谈瘾 我们现在 讲谈瘾 其实是广义的 谈瘾 就是 这个水液 代谢不利 平均 最后产生的 盘瘾 水 石瘾 等等 这些都叫 整体上的谈瘾 但是这里的谈瘾呢 是指的 一种特殊的 引证 也就是大量的水液 平均在 胃肠之间 有胃肠道里面 水太多了 那么 那么这种 这种 霞翼的谈瘾 临床表现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 水液多 很大程度上 是脾洋区 不能 蕴化 水液的结果 所以 盘瘾 在 这个 中胶 煮了以后呢 病人会出现 恶心 有吐了 因为它不能下降 内气下降 而清气上升 也不行 所以它也会出现 头晕了 心慌了 等等 特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 你这个中江阳 去了以后 下降的水 会不会上涮 也会 所以 有一个条文呢 就讲 极下 这个 肚体下 小腹部 出现那种 悸动的感觉 悸动 就是跳动 的感觉 它也是这种 这个 隐正的 一种表现 隐正的一种表现 就是下面 你感觉 有什么 啵啵啵 跳 怎么解释 这种啵啵跳呢 下降是属于 和摄影官的 水 就是 摄阳虚 比如说 水 要内停 那么 上面阳虚了以后呢 这个下面的水 就想往上跑 就想往上跑 但是 它还没有 来圈跑上去嘛 只是在局部 在不停地 想动 所以就出现那种 急下的 激动 在治疗上怎么办呢 你赶快把 瓦 给它住好 所以 你就可以用 像灵龟 猪肝汤了 桂枝加桂汤了 这一类的 既温松阳气 又能够隶属 但是里面 你像 桂枝 摆草 这样的方法 它合起来 就是 一个 心 一个干 心干化阳的 对吧 它就可以 助阳气 其实 这个桂枝的味药 桂枝的味药 其实 主要讲的是 瘟氧 或者通氧 这个概念 其实讲到的是 桂枝 因为 它是心瘟的药 瘟呢 可以助阳气的力 瘟呢 就让阳气 增加 这个多一些 心呢 其实是可以 帮助 阳气的运动 所以 未知在临床的 最主要的作用 更多的是 阳气蓄了以后 同时间有 像血液啊 或者水液内瓶 这种情 对吧 对吧 离味猪肝康的组织 或者 信仰虚 吸血雨组 这个 桂枝干草康的 这个 其实 尊寻的思路呢 大体 都是一样 这个 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 土性雍质 在临床上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很重要的特点 这个 土性雍质呢 其实这也是 我们强调 统合承载万物的基础 承载万物的基础 这个 情况呢 我们 就算是不说了 下面呢 我们再 还另外一个 五行的重要关键 就是 土盖四旁 或者土盖四行 那怎么说吧 它是意思的 就是 在五行里面 在五行里面 如果对应于方位的话 土是居于中央的 那么 它为什么对应于中央 它为什么不 为什么要讲到 专门的这一点 土盖四行 也就是说 其他的四行呢 都靠土的供应 土的供应 那本质呢 如意这个 掌眼乱雾 对吧 那么 不该四行这个 说法的来源 一个呢 就是从我们中国这种 特殊的地理位置来讲 中央位置 说到地理 是 像河南啊 陕西啊 这一代 你建造更多大量的黄土 大量的黄土 所以 中原呢 其实 在整个中国版图里面 就应该属于土的 属于土的 其实 你看河南 河南有个地方叫淮庆 淮庆的地方产的中药 有几个特别的 淮山药 对吧 这个淮牛西 还有一个是淮菊花 这是被称作淮庆的三宝 那么你看这几位 我们先不说淮菊花 淮菊花 其实古人也认为 菊花有土地单身的作用 只是说 淮牛西 和淮山药 这个还有淮地方 对吧 一般认为这个 补匹的作用 补义作用强的 相对来讲 是淮化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属于土 它生产在这个地方 就代表它 它比自然土气更多一些 所以进入雷体呢 它补义作用 就要更强一点 更强一点 那么 我们知道 有淮牛西 有川牛西 淮牛西 是以活血化鱼为之 为干肾 不能做一切 淮牛西 就是以补义为之 所以你怎么解释呢 就是因为它生产的地区呢 是不一样 地区呢 是不一样 那么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古人 其实观察 整个自然界的变化 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 这种特殊环境 最主要在构建 整个理论体系的时候 你看黄理论经里面 北京的 像翟庄庆 是他们 导了几十年 都是在搞 四十五藏阴阳 这个方面 四十五藏阴阳 这种英文的罪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本身是地球的产物 我们看到 观察到 一年四季 地球上 这种植物的生长庄老蚁 人的生长庄老蚁 等等 说到底 都是在地球上面 看到 所以这个土呢 是一个最主要的载体 一切都是从土里面 长出来 说到底 就这样一种观点 那么 春天的变化 夏天的变化 春天的变化 冬天的变化 你看这树 各种样的变化 但都是这个树 在土耳里面 在地球上生长 所表现出来 如果没有 这个地球的存在 这些东西可能 都不会存在 它就没有 春天树木的生长 夏天 之夜的繁茂 秋天的萧瑟 冬天的寒雨 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就讲 都靠土的供应 土的供应 当然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过来讲 人的话 我们一生下来 购物也一样 要回去要吃饭 那么吃饭 是人体主要的一样 物质的来源 这个饭 食物来自 来源的地方 仍然是土 仍然是土 所以土在这儿 就有一种 化生精微 供养人体 支持 在五行中 它就有支持 其他四行的作者 这个 是它的 这样的一种 基本的含义 大家能够理解 这个有的人 也举这样的例子 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五个手指头 我以前 好像也讲过 五个手指头 可以分属五行 对吧 那么 这分属五行的时候 中间这个最高的 中指 属于心 那么这个 比较粗糙 用得多 就像筋性的那种 轻塑一样 所以食指 是属于肺 对吧 那么无名指 比较纤细 像树枝啊 它是属于肝的 脚趾最小 它是属于肾 那么唯一有什么呢 大拇指 这个就你看 它语气非常的丰厚 它是土的特质 所以大拇指 属于土 那么要想 认识这个土官四行呢 你看这四个手指头 任何一个想要碰到 所有其他的 四个手指头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它可以碰两个相平的 但是要想碰到 所有四个都不行 碰到所有四个的指头 只有树 只有大拇指 只有大拇指 所以这个 本身呢 在古人眼里 这也是土可以灌溉 其他四行的 一个重要的思路 重要的思路 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路 在灵状上呢 其实意义非常重要 一个呢 就内心的原话 脾脉者 除以忽丧与盖 四旁之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 这个 刚才我分析的这些 那么这一点 它就贯穿到各个方面 比如说 我们从这个季节 对应于五行 这个角度 季节对应于五行 这个 在内经里面 就有三种 不同的说法 那三种呢 一种 就是你平均费费吧 一年 三百六十天 三百六十天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传统的 是三百六十天 所以每年 都有五天剩下 然后过几年 记得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有了 润月的说法 对吧 两个三月 两个四月 两个五月 那么三百六十天 按照五行 平均分的 就是 平均要对应于 长下 就是夏天后面 和秋天前面 那个七十二天 平均分的话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呢 内经就专门强调了 这个均呢 不能独处于石 它不能专门对于一个机械 可能要长氧乱雾 它应该 什么呢 四个机械里面 都有 四个机械里面 怎么都有 其实它又想了 两个不同的方案 一个呢 就是 毕了 每个季节 主最后的十八天 也就是说 你一年分成四季的话 每个季节是九十天 那么 像春天呢 这九十天 前七十二天 那就是 春天来 管的 或者说 整个都是春天管的 但是最后 十八天呢 我毕也管事 我毕也管在后边 十八天 这样 四个季节了 就都有土 这是内心 这个 毕 对于一季节的 另外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讲了 这个毕呢 一年三百六十天 它没有 特意听的 对应的季节 但是天天都有土 写的事 其实 每一天它都管 每一天它都管 所以这也是代表了 这个 土 居中央 这个灌溉死刑的 一种思路 对吧 大家理解 那么 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个 在人体 诊断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 这个体位呢 属土 土呢 被称作 体血生化之源 也就是人正气的来源 所以 在观察人的 这个面色 或者 这个我们 膜拜的时候 其实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考察 人的正气的强弱 对吧 那么 这个正常的面色 内经里面讲的 正常面色是什么呢 像我们 东方人就是黄色 所以 所以 强调一个 黄而有光色 黄而起有光色 这光色呢 黄色这是北色 我们就该是黄色 就光色代表什么呢 代表 精气充分 气血充足 我们 这个自己养得很好 就代表这个意思 什么 情况下 算是疾病了 其实就强调 这个 比如说 同样是黄色 不要说光色赚了 黄色 如果是光色 减少 这个黄色 这么多 那就代表 皮有毛病 皮对又有黄色 它就代表 皮病了 如果这个人只有黄色 没有光色 那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这个 这个精气的衰竭 这个皮气呢 特地败亡 当然 人的面色 不同季节里面 它会有点变化 在内经里面 讲这个问题 对 这个 春天呢 我们面色要发轻 下车发红一点 对吧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 本色是黄色 对色是黄色呢 就在于 这个皮图 它 化身精微 它要哄养 所有其他的 所以四季 不管怎么变 稍微轻点 稍微赤点 稍微 这个白点 都没关系 它只要黄 而有光色 就是正常 对吧 所以在这呢 它仍然是反映了 这个图 这个脾气 在四季 面 这个脸色变化中 它的意义所在 这是 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讲这个脉象 我们一般讲脉象 正常的脉象 说的是 什么呢 正常脉象 我们要有 神 有 胃 有根 这个有胃 什么意思 有胃 什么意思 我们讲到有神 就是脉来有力 这个截律一致 什么 什么意思 有根呢 就是讲的 这个耻部 爱牙有脉 绝群 这个群的时候 也有脉 这就叫有根 那么有胃 代表什么意思 胃气的胃 胃气的胃呢 其实就是强调一种 它也是脉来有力 截律正常 但是它特别强调了一种 叫什么呢 脉来和缓 脉来和缓 和缓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有生机 就是正常得到公养 它慢慢生长的一种 健康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考虑 这个树的生长的时候 正常生长 就是慢慢长 这个几十天 它慢慢 这个长成什么样子 你如果像电影 我反复说这个例子 你如果用 电影的 蒙太奇的时候 把种子 皱下去 啪啪啪三秒 你看它数据出来 那是完全不正常的状态 为什么呢 就是它没有 那种和缓之气 没有不着急的感觉 不着急代表 精气可以正常公养 所以脉搏呢 才从容和缓 从容和缓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胃气呢 因为脾胃 气血生化之源 正气的来源 只有得到正气 正常的公养 它才能够 有那个 从容和缓的感觉 所以 这个内经判断 这个脉象 它是有病没病 正常与否 以及死脉 强调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春天正常情况下 脉象应该偏悬一点 因为干气 木气 相对方胜 对吧 但是它的说法叫 弦而有胃 就是正常的 就是脉象微弦 胃气呢 充足 这个脉象呢 从容和缓 这就是正常 什么叫病慢呢 弦多畏省 就是 这弦的感觉呢 很强烈 那么从容和缓呢 下降 代表什么呢 代表该有毛病了 干气运动不正常 而正气呢 也受伤了 对吧 那么内经讲的 真脏脉 是什么 真脏脉 内经讲的就是 淡悬无味 它只有悬的感觉 一条和缓的感觉 的美容 这就是一个 真脏脉 那么真脏脉 内经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现 但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呢 就是它无根 或者不是无根 就是没有失去了那种从容和缓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放气球吧 我对它有掌握的时候 我是一点点放线 它就升了 但是它不及不道的慢慢是 但你如果把那个线突然减断 气球会碰 突然上冲的那种力量 这就是无味的 无味气的表现 那么 在临床上呢 比如说癌症病人 癌症病人 他这个脉相呢 你摸到那个脉相 你就知道 内经讲的真脏脉是什么 就是癌症 这个发展比较迅速的 结果 病人体质又比较弱 它反映的特征呢 是一种 强烈的 非常迅速的 向上冲击的力量 这种碰 碰 而这种冲击力量呢 我只能形容 就像我们说 那个气球 你突然减断线 那种感觉 没有和缓之气 没有和缓之气 所以这个 这个脉相上的表现 就是 这种从容和缓 之所以叫做瘁气 不管这个脉相 在四季如何变化 也不管 病变在哪一个脏 这个 胃气呢 其实 就是脉有胃气 这一点 代表了 这个 病 这个人是否正常 是不是有病 这个病 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些都是 这个 土冠 私旁的 一种 基本表现 这些呢 都是 大家可以自己读 就是为什么 是这种 理解 这种理解 这是 评论七相论 还有就是面色 精明五色者 气之华也 吃欲如白果足 不欲如折 这个 白欲如俄语 不欲如言 清欲如仓碧之责 不欲如蓝 等等 很多意思 都是一样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回到我们讲的 周耀 我们用方计的时候 大家都 就是有一个 不太理解的地方 为什么绝大多数 中药方计 特别现代 都用干草 都用干 当然 一个说法呢 就是 这个 干草被是干的 对吧 它会让 这个主厨来的中药 味道好一点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讲 它是干味 干味呢 可以调和猪药 调和猪药 什么意思 就是 比如大黄卸下 这个用了 大黄搭操以后呢 它卸下 那个力量 就不会那么急 那么重 对吧 就就是 这种 这个协调的意思 但是还有 一个另外的 我觉得 从五行角度 来理解的方法 就是 四季的运动 四季 树木的变化 生命的变化 都是在土上面 来实现 所以在发育里面呢 有干草的使用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让所有的药物 在 有点类似于 在土壤上 来运动 来进行 来调和 各个方面 其实它仍然是一种 这个 出乎 万四形的 这样的一种 呃 体现 体现 这个呢 大家 你看这一段话 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 其实都是 呃 假设证 假设证 师妹啊 我们是不是再休息一会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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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大家可以讨论 讨论什么问题 我后面还要讲一点 可以啊 那好了 那就 大家就讨论 好啊 辛苦一下 我们现在是严格 按照 举列的时间表 再进行 好嘞 好 休息一下 好 好